Hello 各位 Boss Mike 的讀者 大家好 今天和大家出来享受咖啡 3 月份的恆子 我们中到啪啪声 所以按照传统4 月份第一条片 我们都会猜猜恆子4 月份的走势 等我快点喝目标咖啡 上去拍片大家看 不要走开 Hello 各位 Boss Mike 的讀者 大家好 好了 每一个月的第一个星期 的 Boss Mike 片 大家跟着我很久的讀者都知道 Ringo 通常都会拍一条短片 告诉大家恆生指数的走势是怎样的 我们先回顾一下 在3 月份的时候 我们看的恆生指数走势是怎样的 其实都收到很多 朋友和学生 都说 Ringo Sir 这3 月 简直好像神一般 就是说中 真的中得很紧要 3 月份 如果你在 Boss Mike 的影片看到 你应该会记得 Ringo 说 3 月头的时候 我们会预计 股价是先升而后跌的 而升的位置 是 21000 点 就是全个月预估的位置 而跌下去的话 就会跌到19000 点 作为一个全月的最低预估低位 结果那时候升幅是上个月最高位 以期指来算是 21000 点 而上个月的最低预估是 18846 点 虽然凸几十点 但也算中了 希望大家可以利用每个月的第一条影片 去帮助大家获利 正常我们就会 开始讲到一个 4 月份的波幅之前 一定有些要做的 就是我们要看一看 如果今个月 我们要帮自己去预估的时候 到底升顶会升到哪里 跌又会变到哪里 好了 自己看的话 其实我会觉得 今个月的高位 是可以上穿上个月的高位 21000 点 但是今个月有个特别 就是今个月比较多的假期 坦白说 现在拍片 计算今个月 虽然现在是12号 但其实trading day 只不过是只有几天 就是五只手指数了 所以今个月的交易日会比较少 而交易日比较少的话 会有两个特性 第一就是 它全个月可以很静局 波幅比较收窄 然后慢慢磨 当是慢慢磨的话 就有可能偏远一点 这是第一个想法 第二个想法就是 如果那个月会比较少的日子 它是可以短时间之内出一个单边的走势 但是单边可以是升 可以是跌 那你说完了 不是 而是说 当它出现单边走势的时候 它的速度会很快 可能两三天就走到一个千多点的波幅 接着就静下静下静下 静到整个月 即是说一个单边的波幅 可能只会走一次 所以这两个情况 我们都要 bear in mind 暂时来说 我们会逐步逐步慢慢去分析 好了 那首先我们 习惯来说 都会将一个月的高位和低位 先考虑 今个月的高位 我会觉得保守一点点 先不要看它会不会上到21,300-400 这条黄色线 是我们自己去画的一个第一站的阻力位 甚至乎有机会变成整个月的最高位 OK 所以我自己会觉得 比较大一点的机会 是暂时 我目前都是看升 好了 而看升的话 升到去哪呢 如果要升的话 我觉得今个月的高位 不是2088点 而是 会升穿上个月的高位 21,056点 甚至乎 夜期的时候 再督穿少少 21,260点 至213点 这个就是 我自己觉得 如果今个月要升的话 第一浪是会这样升的 OK 好了 那升完之后 会怎样呢 假设 这个是高位 你看到我有很多假设 因为我们做投资者 不可以 这么快就马上 拿一个定浪 一定是升 一定是跌的 怎样都会有一些 保底的想法 以免自己 过分主观 好了 如果假设 这个位置是升的时候 我自己习惯 会画一个 2000点的波幅 作为每一个月 一个 基本的波幅 不一定说 一定要走足2000点 有时可能是三四千点 有时可能是 1600至1800点等等 但是 拿2000点 做一个比较平均的想法 好了 如果升到上去 又真是被Ringo 嘔嘔嘔嘔中了 分析中了 是 确实是 整个月的 月高的话 他之后 就会跌回来了 OK 那跌回来跌到哪 暂时来说 我会觉得 19,200也有机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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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以全个月的 2000点的波幅 但是 如果他未来的 十几个交易日 他也是 没什么消息去静局的话 没什么消息去影响 他怎么走啊 就是好消息又没有啊 坏消息又没有啊 OK 那他会怎么做呢 我觉得他未必 走到2000点 他可能 会去回我们 这个紫色线的key level 全个月呢 就是用19,500点 去到21,200至300点 做一个区近的上落 这个呢 是我自己的 一个暂时 月初至到月中的想法 所以他可能会这样走 首先升上去 再跌 然后回远 然后慢慢跌回去 这个是我其中一个路线图 OK 那什么是其中一个路线图 换言之就有第二个路线图 其实我们 炒股票都好像下棋 那样下棋 喂 如果我本身 是想着走将军抽居的 但是人家 移动了第二个棋 令到我没有得 将军抽居 我们是不是要 移动第二步 然后改行第二步 所以 作为一个中业局投资者 其实你应该要在路里面 最少有两幅路线图 我们称为未来图 OK 那就帮自己做一个客观 并且 可以 这里水路攻不了 试试用陆路去攻 这个是必须要做的 而不是什么大头盔等等 OK 世界上每个月 每个月都只有一个想法 这个叫做 保本的思维 好吗 好了 那这个想法 我们想完 想完之后 那万一 咦 不是这样做法 那可以怎么做 好了 这个是Case 1 大家自己抹一下 抹一下 我先删除它 好了 如果 解设 咦 Ringo Sir 不是啊 真的未来那几天 好像你看到它升上去 又跌下来 升上又跌下来 如果你觉得 你相信它是 一个 就是传越最高的位置 那可能 我只要觉得 画一个两千点的波幅 基本的 基本的 两千点 不知道去到不去的 但是每个月我都一定是 机下才能估计 那呢 反而呢 可能会 这样走 万一 两万零八八点 在上面 接着跌下 OK 画一画这条路线 就可能是这样 跌 摸一下 接着 再跌下来 然后月尾就再跌 这一条 咦 多了一条 这个可能性 我觉得会比较低一点 因为 你说要留两万零八八点 在未来十天 直接跌二千点 不是说没可能 但是 你必须要有一些 比较坏的消息去影响住 比如说 上个月 起码都在欧美 或者是美国那边的银行 小型银行都有爆破的情况 但是 你说现在 A股和美股方面 有什么 比较大的事件 去影响了呢 4月 美国又不是加息 月份 最多是今晚的CPI 可能会对于 加息的通胀预期 会有些影响 所以 你说今晚 会不会直接影响到 恒指大一点一千点 我觉得这个可能性 会比较低一点 所以 我觉得这个路线图 可能性 是 要调整一下 好了 万一真的 两万零八千点 两万零八百点 就是今个月最高的话 反而我会觉得 他可能去到 一万九千 三 左右 一万九千三 那就是 去到这些位置 OK 一万九千三 就已经是 差不多了 所以 有机会呢 今个月是行一个小的波幅 如果有行 比如说 懂得做Shot Call Shope 的朋友 其实你可以试试 Shot 顶底 慢慢等他做 一个时间值的选号 帮你获利 那我们五月呢 先再来过 因为坦白说 今个月是可以 你说 短时间之内 爆鞭就可以了 或者正如我们刚刚所说 如果他因为交易日少 所以 行的步伐 可能是 慢慢跌距 OK 所以这个可能是第二条路线 那第三条路线呢 其实就可能是 跌的时间 会比较 漫长一点 比如说 我用这一日 画一条直线 OK 这条直线呢 就是这样的 五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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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月尾 那如果他慢跌 会怎么样 他可能会继续升上去 但是呢 慢慢在那儿 慢慢在那儿 然后去回 两万点附近 或者一万九千多点 一万九千多点 一万九千八点附近 在那儿磨来磨去 然后再等五月 都没顶的 OK 那所以 你会见到 今个月呢 我自己看的语气 都没有上个月那么肯定 所以 在今个月的注码控制上面 我会调低一点 甚至乎 出手的次数 都未必那么多 OK 那好了 你会见到 咦 暂时来说 好像升又得 跌又得 会不会给到一些 真的实际一点的 买升买跌的建议呢 那这个条片 就不是给投资建议 但是 可以给一个 参考大家 我会看着 哪一条线 去买升 还是买跌 这条线呢 就是 2万点 2万点 画一条线 我自己呢 就会看着 2万点这条线 如果 股价 长期在 2万点流上 等于现在 我就会 暂时 去看升 相反 如果在未来的日子里面 它插穿了2万点 OK 什么是插穿 如果即日插穿 1万9千点 上回2万点 这个不叫插穿 但是如果 连续几日 或者连续几个小时 都是 2万点 留下 可能是 1万998点 留下的话 那时候 我就会 切掉所有的好仓 并且 去加一些淡仓 如果它 跌下去的时候 我加淡仓 它又 勾回上来 2万点 那时候 就会被人打两巴 如果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我就会 真的认输 即是 壮事断备 认输给它 即是 跟市场说一声 你好 我就等5月再来过 因为坦白说 今个月 都真的 越静的市况 是越难炒的 如果你是炒单方向的话 明白 如果你是懂得玩 奇权的朋友 不妨可以在 21,200点 或18,000点 之下 开一些 跨价奇权 当然不是现在开 即是 我自己就打算升上去 然后再开 或者跌下来 再开一些 short put spread 等等 尽量让自己 吃的话 也要有多些肉吃 总之 我自己看的想法 就是今个月 有机会偏正 就算是爆边 都可能行两三天 就行千多点就算了 做的方向 就是用2万点 来做一个分水嶺 2万点 留上的话 集中买升 2万点 留下的话 将call 止蚀 然后试下买跌 吃到500多点的波幅 希望今个月 也可以带给大家 一些 insight 更加希望 今个月 我都会继续 成三月的气势 可以继续估多一次 令到大家和各位学生们 可以一起赚钱 OK 如果喜欢这条影片的话 记得给个like 我们下条影片再见 拜拜